跑步機上都有設定速度、設定坡度 比較好一點的跑步機都有這樣的功能 然後呢,連續三小時 也只要做一次 一個禮拜只要一次 這樣已經很快了嗎? 不會 每小時三公里,坡度三 就跟你趕節應差不多 那還好嗎? 對,比你比你 沒有到跑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這些程度都是走路 走路就可以負荷了 那還好嗎? 走路 所以為什麼講跑步機? 走路減肥吧 不是跑步機,跑步減肥法 對,不是跑步減肥法 是走路減肥法 然後再來是重度 重度的話呢 就是速度是每小時四公里的速度 跑步機的速度要設四公里 然後坡度是百分之四 都一樣嗎? 對照 一、一、二、二、三、三、四、四 就越來越強一點 但是強的程度增加之後呢 時間就可以縮短 連續只要做兩個小時 好好記喔 剛剛就五、四、三、二 五個小時、四個小時、三個小時、兩個小時 對,很好記 然後強度 最重的就是強度 強度 速度是每小時五公里 五公里 坡度是百分之五 坡度就是 就好像你 好像要爬一個某位的坡 陡坡那坡度一樣 好像爬山一樣那種感覺 但是沒有山那麼陡 歐羅漢度也不算很高的 然後可想而知 應該是一小時 對,連續只要做一小時 哇,好記 這個很好記 然後弱度、輕度、重度、重度 跟強度 然後 越強的時候呢 時間就會越短 但是你雖然看上去強度 其實到強度的時候 百分之九、八、九十的人都還不需要到跑 嗯 還不需要到跑 就可以 只要用走的 都只是快走而已 說不定就可以做到 至少做到中度跟重度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需要 做到強度的時候 需要跑起來 那這一群人呢 也不需要做到強度 為什麼 因為他體能可能不足 他只要選擇輕度、重度 或者弱度 甚至弱度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試試看 比如說年輕人可以從 比如說二或三開始 對 還可以再快一點 然後就是 變成 比如說重度 然後可以再快一點 就變強度 好像強度太辛苦了 那再推肥重度 就是自己慢慢去那邊 踹踹踹 那試的指標有幾個 第一個指標是 不能跑步 不能跑 不能跑 那譬如說你的體能是 走路走路 走得頂多是快走的時候 到中度的時候 已經是快走了 那重度的時候 就要跑起來的時候 你就不能再做重度 你就中度就好了 你能做到中度 那就是走路 限制在走路 頂多是快走 第二個是 不能太喘 不能喘 對 不能太喘 喘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連講話都困難的時候 你一面走路 一面上氣不接下氣 然後叫自己名字 都叫不出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太喘了 太喘了 太激烈其實對減肥是沒有效的 沒有用的 我最喜歡聽這句話 是啊 本來覺得也就是這樣 醫學的原理本來就是這樣 那等一下我會解釋 那還有過程當中當然 不要有任何的不舒服 包括胸悶啊 頭暈啊 甚至肌肉痠痛 像有些有沒有 太激烈的時候 乳酸會堆積在肌肉 對對對 有腿抬不起來的感覺 腿會痠 這樣不行 這樣減肥是沒有效的 欸 院長你這次提供的減肥方法 好舒服喔 本來就是 不會太輕鬆了 不是 我跟你講減肥是 因為你還要牽涉到以後的體重控制 不要讓他負胖 太痛苦的減肥 你不可能一輩子持續 沒辦法一輩子持續 你就注定失敗 注定失敗 為什麼注定失敗 你以後又會腹胖啊 不管你減得多快 只要你用的方法 不舒服 過於激烈 你毅力在什麼強 我就不會再做了 你不可能強到說 毅力強到說一輩子照這樣做吧 不可能嘛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個 因為可以一輩子實行的 終身不變的方法 今天我提供了一個運動方式 就是利用跑步機 用走路的方式 就是很好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過程當中 如果會口渴 一定要補充事實 就是補充水分這些 而且要在精神充足 睡眠充足狀況之下 去做跑步機走路的減肥法 而且不能有疲倦啊 無力這些 所以一個禮拜做一次就可以 每一個 這五種都是一個禮拜 就一次就好了 對對對一次就好了 就選擇你的體能速度 但你的體能強的 可以慢慢的 下一次就增加 下一次增加 下一次可以增加 增加的好處是 你做的時間 就不需要那麼長 尤其是很忙的人的時候 對啊 從三個小時變兩個小時 對 你覺得你可以 你一個禮拜只要花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做一次就可以了 而且還要強調喔 每一週 就算你要增加的話 只能做到兩次 不能做到三次 好棒喔 感覺真好 不可以多做喔 不可以多做 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 好妙喔 對 第一個你多做了 假設你這樣一個禮拜做了三次 以上 包括三次的話 第一個 你會 不可能持續一輩子 嗯 不可能每個禮拜做那麼多次 對 不可能每個禮拜做那麼多次 第一個 你一輩子不可能 一個禮拜做三次 然後每次要做三個小時 嗯 這個 太少了 不太可能 除非你是運動員 除非你是跑馬拉松的選手 嗯 要不然一般人不可能的啦 這講實在一點 對 那第二個是 你太激烈的時候 你 你以為你的精神很好 可以只睡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 每天運動的時候這樣 那你就會犧牲的睡眠 嗯 你就會犧牲的休息 也許你精神很好 沒有錯 可是 睡眠跟休息 我們講 新陳代謝太舊換新 運動是用來太舊的 嗯 因為就是說我們身體的零件啊 身體的呃 呃 能量啊 需要把舊的用掉 太舊 換新 換新是靠什麼 換新不是靠運動 換新是靠睡眠 所以人一定要休息啦 一定要休息 一定要睡眠 這是不只是運動 休息睡眠也非常重要 如果你運動太過多 佔據你的生活過多的話 休息睡眠就會縮短 嗯 休息睡眠一縮短呢 就沒辦法換新 嗯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運動員 尤其是跑馬拉松的選手 啊 你雖然看起來年輕的時候還好 可是他老的也很快喔 嗯 老的也很快喔 過度運動的時候老的也很快 因為他沒辦法換新 他只有辦法太舊 零件就是 好像我們一個機器喔 舊的零件一直拿掉 可是新的零件沒有來 欸好恐怖喔 對就好像這種感覺喔 太舊換新 換新是需要睡眠的 我們睡眠是最好的 修補我們細胞的最好的一個方式 嗯 把新的零件換進來 把它加進來喔 類似這種感覺 所以你的皮膚才會好 睡眠不好的人 皮膚一定不會好的 嗯 所以一定是 所有的換新 沒辦法換新 沒有辦法保持青春啊 尤其你瘦了 可是瘦起來好像變老了 嗯 那也不好啊 也不好啊 對阿 接下來要花更多錢去美好 對對對 OK 所以過於不急都不要 反正我們這個跑步機 走路減肥法 就是一個禮拜一次 最多最多最多 一個禮拜兩次喔 對 就是保持在這個上面 沒錯沒錯 OK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喔 廣告之後呢 我們應該就有時間 可以接聽聽眾朋友的call in了 我們的call in 專件是02-8369-3398 02-8369-3398 為大家訪問到的是 楊氏診所的楊明全楊院長 11點36分囉 回到明依UNCLE的現場 為大家訪問到的是 楊氏診所的楊明全楊醫師 如果齁剛剛你聽然後來不及記 覺得還是記不起來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可以上這個 我們楊氏診所的網站 網站上面有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跑步機走路減肥法的詳細內容 如果你要對照一下 來不及記啊 或者是一時之間晃過去了 聽不清楚的話 你再上網站上面去聽 那我們的call in專件是02-8369-3398 先接通電話 余小姐妳好 喂 妳好 不好意思 我可以詢問一下 因為我剛剛聽到你說 就是楊醫師說睡眠啊 如果不夠的話 沒有辦法太久換行 會老得很快 對對對 那我覺得很擔心 因為我現在開始 大概平均每週 也不是現在開始 就是我大概運動了一年多了 然後我每個禮拜大概運動 平均下來大概五天左右 哇 唉呦 那還蠻多的 對 那可是我有帶那個心率表 所以我稍微算一下 我的那個看一下我的心跳 大概長度是 心跳是在120-170區間 對對 我的建議是這樣 你不要看心跳 看心跳是以前的觀念 舊觀念 看你的呼吸 不是看心跳 對對對 每個人心跳 每個人的效率不一樣 體能狀況好的人 他可能只要跳到80下 他就注意應付這樣的運動 體能不好呢 他要跳到120下 所以所謂333 要你勉強自己跳到130下 有的人會暈倒 有的人覺得很輕鬆 所以不要看心跳 看呼吸 所謂看呼吸的時候 你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 有點喘 但是不能太喘 就可以了 我大概超過160以上 我才會覺得喘 對 你不要看心跳 所以你大概 就是不要到160以上 就是160以上 那你就會太喘的話 不好 什麼叫太喘呢 太喘意思是說 你連叫自己的名字 都叫不出來 那就太喘了 就上氣不接下氣 那就叫太喘 那這樣不行 太喘的時候 表示身體缺氧 缺氧呢 脂肪是不會燃燒的 是不可以太喘 對對對 你要減肥就是針對脂肪 不是針對肝糖 那我們如果在缺氧狀態之下 脂肪的燃燒會停止 但是會燃燒什麼 燃燒肝糖 燃燒肝糖就是說 像你有時候 無氧呼吸之下 燃燒肝糖 沒有氧氣供應 肌肉會痠 會乳酸堆積 那再來就是 你無氧運動這種態激烈 做完之後 你肚子餓得很厲害 因為你的肝糖被燃燒光了 你的腦袋會餓 然後做完運動會暴飲暴死 你肚子餓得很快 灑 你肚子餓得很快 然後